哈喽哈喽大家好呀我是小撑撑翠希欢迎来到翠希闲聊 今天本来想做一期翠希开箱的结果包没买成还生了一肚子气 那所以呢就只能做闲聊了 那闲聊的话题呢也是老生常谈就是奢侈品涨价 那LV呢刚刚在10月1号就是两天前完成了又一次涨价 这次涨幅呢也是不小 那看过我1月份那个涨价视频的人应该有印象 就是1月份的时候他们也是有过一轮涨幅比较大的涨价 那我就举个例子吧 1月份的时候这个mini percent涨了22% 那这次10月份呢又涨了21%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大麻将 Pochette as well 1月份涨了25% 这次直接又涨了33% 价格已经超过1000美金了 我的个天哪 所以你们在这两波涨价之前买到的朋友真的是赚到了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并不打算一一的细讲每一个包各自涨多少钱 那如果你对各个包涨价多少钱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看视频下方的信息栏啊 如果是B站的朋友呢你可以看置顶留言啊 那我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 亲身经历 购物体验 不太愉快 所以呢就想说出来啊 让大家开心开心啊 我其实是几天前就有听到说这样涨价了啊 就是在10月1号之前的那么几天我就有听到传言了 那听到传言之后呢我就在想 哎我是不是把这个never4mm这根草拔了 我其实一直想买一个never4mm 那我就刷网站啊 刷了几天呢始终无果啊 始终是处于out of stock call for availability 就是没有这种状态啊 那么我一直拖到了9月30号这一天 9月30号这一天呢我就心意横 哎不如我就直接去店里看看嘛 于是呢下了班我就直接冲到店里 店也快关门了啊 我到店的时候差不多已经6点半啊 这边店关的早7点就关门了 呃排队的时候呢 这个门口的这个小妹就问我啊 你有什么特别想看的吗 我说哦 我想看这个never4mm啊 Demi-Evian in Cherry Lightning啊 就是那个红色内里的那个棕棋盘 然后小妹呢 她就拿了她手上的这个iPad查 她说哦 我们正好还有一只啊 那我们呢也有一只老花的啊 也是红色内里 我说哎好呀好呀 你知道吗 我这个听传言说 你们明天要转嫁了啊 所以呢我就想来这个碰碰运气啊 看看今天是不是可以 把我想买的包买回去啊 小妹马上就说了 哦 this must be a rumor we haven't heard about anything 啊 yeah a few weeks ago people come in in long line they wanted to make the purchase before the price increase and nothing happened so this time must be a rumor as well 然后我说哦 哦 OK 那你说是 rumor 那就是 rumor吧 那后来呢我就排到了啊 我就进店 进店之后呢 就另外一个小妹啊 接待我啊 她说哎你有什么想看的吗 我说OK我要看 Do you know4mm啊 Demi-Evian in Cherry Lightning 那过了一会儿呢 她真的从后面拿出来了一支 就是我想要的那个配色的黑棋盘 中棋盘 呃我就试飞了一下啊 然后大概看了一下啊 觉得还不错啊 我正准备要买单的时候呢 我发现哎 手柄的地方有一个挑针啊 就是有一个那个线角 就是挑出来 那我就跟她说哎 你看这有个挑针啊 然后小妹马上就说哎呀 真是不好意思 那这个就不能卖给你啊 啊那我就说了 呃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我听说明天要涨价了 所以呢我就想今天来碰碰运气 看能不能把它买回去 你看能不能这样 我把这个包呢今天就买下来 买下来之后呢 过两天我可以回到店里面 你们帮我修复啊 或者呢做换货处理 你看这样行不行 那我真的是很有诚意 想买这个包对吧 那她说让我想一想啊 她犹豫了一下 然后她说我要去问一下经理 那她就去问经理了 那问下来的结果呢 就是不可以啊 那我仍然不能买这个包啊 那小妹就说哎呀 你知道这个肯定是谣言 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 任何关于涨价的事情 你要知道 如果他们要涨价的话 肯定要通知我们的 我们要在系统里面 做更新啊 价格这些变动啊什么的 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你不用担心 你不如过两天再来看看吧 然后她给我名片 给我电话号码说 我明天可能会有一批新货啊 到时候呢我就打电话给你啊 然后呢你就过来看 那我一想那行吧 你们都说这是谣言 那我就信都是谣言啊 那我就走啊 那走出店门的时候呢 我其实心里犹豫了一下 哎好像还有一只老花的 这个红色那里啊 我是不是要看一下那个老花的 但是这个念头就 就转瞬即逝啊 就就就过去了 我就没得多想 然后我就开车回家了 那回家之后呢 当天晚上12点啊 我在刷官网的时候呢 果然 Never 4mm 从1540涨价到了1690 涨幅是10% 我心里就是炸了 就是妈的 你居然骗我 我就非常生气 然后第二天 我就主动发消息给 奥丽小妹 我说 哦你知道吗 官网上面价格已经涨了 不知道你们店里有消息了没有 然后他就说 哎呀 真的非常抱歉啊 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今天大清早一来上班 我真的是real震惊 好了那所以呢 就发完消息那一刻呢 我感觉自己就整个都 都放下了 我就特别不想买那个包 就就完全没有那个欲望了 然后整件事情叙述完了之后呢 我不知道各位听到这里 有什么想法 那我呢就先简单的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啊 主要有三点啊 就第一点 我觉得 你可以 咬定说我不知道 你可以从头到尾的说我不知道 但是你不能斩钉截铁的跟我说这是谣言 肯定是假的 我非常理解作为一个顶级奢侈品牌 你们肯定是不希望自己各个门店的员工 对外泄露有关公司下一步价格调整的任何信息 这个我非常理解 那你们是不是可以在口径上面做一些统一处理 我既然听到了这个消息 这个消息不是空穴来风的 我是从也是同样LV门店里面听出来的 那只是因为他那个门店不在我所居住的门店 我没有办法真的去那边找那个棍结核实 对吧 但是呢显然你们的口径是不统一的 而且不统一还不算啊 还存在着欺瞒和误导 这个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如果你咬定了 说你不知道 那我真的不能怪你 但是你斩钉截铁的跟我说 不涨价 涨价是谣言 那我觉得你这就是垫大欺客 把我们消费者当傻子 第二点 我觉得 不管你知不知道是不是要涨价 在消费者表明了来意 表明了想要购买这个包的诚意之后 这个包现在是有瑕疵 你是不是需要做一点努力 比如说我帮你看看附近能不能掉货 或者我帮你现在下一个单 就是在今天下一个单 然后什么时候有货了 你来取 因为当时消费者也很明确的告诉你 他因为担心第二天要涨价 所以希望在这一天把单下了 对吧 我也没有一定要求说我今天要把包带回去 然而你没有做任何的努力 你只是告诉我说涨价是假消息 你过两天再来看看 那我觉得如果你是真的不知道这个涨价的事情 那我只能说你的服务还有待改进 或者说你并不急于促成这笔交易 你要么就是觉得我这个消费者还不够 让你值得去付出额外的劳动 你不想反正无所谓我总有人来买 那如果你是知道明天要涨价 还故意这么跟我说的话 那我觉得你这就是坏到家了 真的就是坏到家了 第三我觉得一个全新的从防尘袋里面拿出来的包 上面居然有跳针 那你们的品控真的也是有点问题 不是特别好 好了那这一期的闲聊呢 也真的是没有什么营养啊 可能耽误大家时间 但是我觉得我非常有必要把这件事情分享出来 可以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 就至少在这家店在这几个员工身上 我看到了一些问题 看到了一个奢侈品大牌 他们在产品品控 员工培训和客户服务方面 并不是特别的用心 那我觉得一个奢侈品大牌 能够支撑他走到今天的 肯定不能仅仅是他的金字招牌 和一次又一次的涨价 想要走得更远 我觉得还是需要真诚至上用心服务 那我不知道各位怎么看 欢迎大家在这个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说说你们的看法 那是不是这件事情 是我自己太过玻璃心了呢 或者说你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呢 也欢迎跟大家分享 好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啊 拜拜